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李华 迪士尼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Big Hero 6内容结合了艺术与科学 在电影制作上使用了尖端技术 此外,电影主角之一的机械人也是基于现实世界的科技 下面请看记者李爱玲在加州的报道 这部关于一个天才男孩,他的机器人伙伴 以及他的朋友的动作冒险电影是改编于一部不出名的漫画书 两位导演保留了主角和原著的名字 但把超能陆战队拍成了具有迪士尼独特风格的电影 我们没有任何超能力的人,全是超能力技术 他很精彩 你一直在走一路,我们想要抑制它,让它感到有趣和美丽 同时,你也想要它是真正的科技 因为人们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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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碑面 一个由以希基做成了可爱的充气机器人护理员 我们的机械人必须是有些特别的 它不可能是我们之前看到的 他们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克里斯机器人实验中 找到他们使用的机器人 在这个由大学提供的视频中 阿特基森说 在电影《超能力战队》中 机器人背面帮助至于生病或者受伤的人 这并不是不着边际的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 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充气式的机器人手臂 他们的目标是利用这项科技 来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 电影中除了有前沿的科技 还使用了突破性的电脑技术 电影运用了最新的软件 来构建了一个名叫旧金山的城市 而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城市 从建筑 角色到外观 这个电影的复杂程度 超过迪斯尼最新的三部电影的总和 由于电影中的世界更加细节化 电影需要一个更加复杂的照明方式 工作室设计了一个名叫 亥伯里恩的电脑程序 来模拟全局照明 亥伯里恩程序利用用现实生活中光照的原理 并使用到虚拟世界中 亨德·里克森说 另外一个软件被用于创造 拥挤人潮场景中成千上万的人 迪斯尼动画工作室的亨德·里克森说 这两位导演说 为这部电影开发的新技术 为超能陆战队和未来动画电影的制作人 攻克了技术难题 当发生紧急事件的时候 手机和网络系统会出现超载负荷的情况 新泽西州一家理工学院的学生 成功测试了一种新系统 可以减少单一网络超载的情况 下面请看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史蒂文理工学院的苏巴拉克米教授说 现在手机能通过不同管道通讯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司法研究所的协助下 苏巴拉克米和研究员切加莫利 共同设计了一款名为 八爪支柱广播系统的无线路由器 这套系统能同时使用网络连线两端的许多部分 减轻网络系统的负担 研究生萨贾尔参与研发了八爪支柱广播系统的技术面和计算面 他说利用不同的网络通讯 也增强了安全保护 爱德河国家实验室目前已经对八爪支柱广播系统进行测试 这套系统现在已被马赛诸塞州布鲁克林的警察部门和南非使用 南非比勒托利亚的学校将它作为一种通讯枢纽使用 研发人员说 这种智慧型路由器系统最终将会演变成一种软体 供现代手机安装 并让手机能自动切换不同的网络使用 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李一华 我们下次再见